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薇老师 我们的黑舞加感恩节双节活动正在进行中 收到很多家长的反馈 想看看我们赠送的食物到底长啥样 当当当当 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了 桌上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赠送的礼物 接下来会一一给大家介绍哦 那第一类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个PP Tutor中文学习礼盒 那我们大家只要报名就会获得不同等级的学习礼盒 那它里面呢是关于我们配套的教材和一些练习册 非常的有实用价值 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学习 好 那第二类礼物呢就是有声纸读书系列 分为拼音和唐诗两类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拼音的 这本书呢比较大 像在这里呢它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单命母 第二部分是深母 第三个部分是负育母 以及第四个部分整体的一个认读环节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另一页的展示 好 那我们需要先把这个开关打开 打开里面呢我们需要先按一个开始 好 然后这里是单用名 以及它会跟不同的生母去组合 教你去如何发音 下面也有它相关的一些主词 好 那有了这本拼音书呢我们的家长就不用担心我们孩子学习拼音的问题了 可以帮助他们轻松有趣的完成拼音学习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桌游类 我们的桌游也为大家准备了两款 一个是我们的汉字小勇士 一个呢是我们关于拼音的一个桌游 那今天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拼音桌游 它的名字呢是妙祥拼音 我们的卡片呢一面是拼音 一面是我们的图画实物 促进孩子的拼音学习能力和主词联想能力 好 那就是我们第二款桌游了 这个是名字叫汉字小勇士 那它呢也是我们品牌代言人 应彩儿和他的孩子Jasper使用过的 这里面呢其实主要分为三个不同等级的字卡 方便孩子去认字各种组合 会锻炼孩子的一个识字能力 以及思维能力 像比如我们这里拿出一个门字框和一个木字 组合成一个休闲的闲字 好 把这个放回去 再把这个放进来 那它也可以组成一个阁楼的阁字 好 那他们两个呢再组合在一起 也变成一个阁 人字阁的阁字 非常多的组合玩法 那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 好 那就是我们第四类礼物 是关于我们木制的3D古建筑拼图 那这是它包装的一个样子 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是这样的 好 那这前面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对吧 这是小肥老师自己拼的 我们的一个月阳楼的3D拼图 这个动手的能力还是非常考验的 那相信我们的宝贝们拿到以后呢 会很好的锻炼到他们的一个动手能力 以及思维能力的 那下面呢就是我们第五类的一个礼品了 这里是我们的木制书签 这里呢有两个款式 嗯 小肥老师这里还有其他的款式来给大家展示 我们到时候宝贝们收到的实际礼物呢 是随机发送的一个款式 那可能是这个也可能是其他的 嗯 那都是非常好看的哈 好 第六类是实体书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三套不同的实体书 第一套是我们的翻翻书系列 我们的翻翻书呢 它的内页是可以活动的翻开的 那这样也会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多添更多的乐趣 让他轻松学习知识 嗯 这是我们的第一套 第二套是我们的了不起的中国地理 我们的了不起的中国地理这套书 拆开以后是分为八册 是这样的 那中间呢还附赠了一个旅行手册 那大家来中国旅游的话也会很有实用价值 下面这些内容呢 分别是中国的一个介绍 嗯 像我们的古都 山间的盆地 考古大发现 以及神奇的明居 大地屋脊 和动物王国最后的美丽平原 共八个分册 相信孩子在了解到这些以后呢 会对中国有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嗯 很厚实的一套书哈 那第三套呢 就是米小圈系列 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的图片 好了 我们上面的食物礼品已经介绍完了 有让你心动了吗 如果有心动的话赶紧行动起来 找我来免费领取价值799元的中文试听客大礼包 有机会获得上面的食物产品哦 并且全球包邮到家 好 赶紧行动吧 拜拜 下期见